是的 新都谷庙骚乱事件已经被定调为刑事罪案 内政部已经指示警方成立特别任务小组展开侦办案件的工作 而这一项兼具的大规模查案行动命名为Obs Civil 势必揪出幕后黑手及涉案人士 慕尤丁今天在国会下院详细说明新都谷庙骚乱事件的始末 并汇报警方调查进展 他透露特别任务小组将由5级阿曼刑事调查组总监拿都斯里旺阿莫主导 并由5级阿曼全国警察总部以及雪州警察总部接手合作 揪出事件元凶 截至目前警方总共逮捕了30人 包括24名乌鸡 两名印语穆斯林 三名印语 以及一名华裔 慕尤丁表示 警方目前已经查明闹事者是受到发展伤的律师 以150令吉到300令吉的酬劳损毁寺庙取回土地 而警方也已经锁定了一组嫌犯 并将会在近期内传召他们 另外慕尤丁也表示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307蓄意谋杀条文 调查肖整员阿迪遭殴打至昏迷的案件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